当时新年财政税务局如真秀局长 落后才刚刚进入 设计最后就为税务局 查补款的服务来行销 通过这台查补款的电脑 可以提供市民 扎顺发情 才是保法缴款书顶 总共16项的服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这位服务的胜利君 他的名字叫查补款 就是顾名思义 就可以查询发证 不发缴款书 不用排队 不用输入的快速服务 那么目前提供的 就是本人 你可以来补发缴款书 也可以来申请 地方税的缴税证明 还有课税明细表 房屋税籍资料 跟你的地方税的查件等等 16项服务非常的多 那么需要哪些证件呢 不用担心 只要你本人带着身份证的证本 或者是自然人评证 工商评证 或者是已经完成注册的健保卡 来我们的机器商码一下 就可以系统自动带入 所以不用输入 非常的方便 另外为了营营 11月份 开床的地下水 依照土地税法的规定 如果土地所有管理 适用主用主体 应该在那些 开床40天前 提出申请 税不及提借 地下水 主用主体 申请最后期限 是9月2日 民众如果想要接水 就要扮了机会 低价税的话 一般的土地的税率是 千分之十到千分之五十五 那因为自用住宅的那个税率是 千分之二 所以原则上 它至少会差四倍以上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原来用一般用地的话 要课五千块的税 那如果你符合自用住宅 就只剩下一千块 你看就省了四千块 那自用住宅的话 要怎么符合才能申请呢 那就是说 土地所有权能 本能配偶或是直系亲属 有设立附级 然后房屋是本能配偶 或是直系亲属 所有 无营业无出输 然后都市土地是300平方以内 然后本能配偶直系亲属 原则 未成年的直系亲属 原则上是 以一处为限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在9月22号提出申请 然后如果9月22号以后提出申请 就会变成明年才适用 另外台南税务局 尾立博物台南 高雄和家里地区的民众 今年特别跟高雄市 家里管市的地匡税 携政机关来看又合作 退出税务 我们最统的扁民博物 提供专公令的博物杰台 及时来发展 加台湘台专地价税 房屋税定相关的申请 欢迎市民 德加里庸 台南新闻人跟蔡宏保德 是 台湾